我們夏宇去學中文 以後每一年我們的暑假 我們會去三個禮拜 以前校長在夏宇的時候 我有八個字 我要帶著夏宇的孩子 立足夏宇飛向國際 這個禮拜六 12月17號禮拜六 夏宇有三個活動 第一個就是 財產法人嘉義特基金會 所辦的議證活動 包括採見遊行 這門社區的成果展 還有第二個活動就是 夏宇國中六十週年慶 他們結合澳洲陽光中學的 校長師生一起來翻渡校慶 第三個活動就是 夏宇的弘興一星堂 董事長 楊銀樹董事長 他們要做寒冬送冷的活動 都是在這個禮拜六 12月27號早上 八點半開始